我可能知道太子的仙上人是谁 是谁 可能是你的兄弟 吴六 是 什么 怎么可能 我昨日看见他们抱在一起 什么抱在一起啊 是摔在一起 你又不在 怎么知道的 吴六告诉我的呀 他说昨日太子不小心摔倒 压在他身上了 无所谓 是真是假 都和我没关系 我昨夜 听见你说梦话了 说什么了 你喊 慕容 顾兄弟 那个慕容是谁啊 一个朋友 朋友 我听着可不太像啊 我说什么了 倒也没说什么 就是喘得有些厉害 还脸红 耳朵红 脖子红 湿汗淋漓 衣服都快脱了 是 什么 你 顾兄弟 想不到你平日里性情冷淡 传起来 却是那帮活热 一派无言 睡了 好好好 睡了 慕容 你真的不在了吗 从宫里跟到这儿 从宫里跟到这儿 出了吧 你发现了 有事 看你出门的时候神色不对 我有些担心 就跟过来看看 山河赌坊大当家 这就是你说的慕容 你来看他 是不是想他了 我来看看 他的坟头草长多高了 你就这么站着 没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说了也听不见 不一定 我听说啊 人死以后 入了黄泉 祁坟便是地府与人间的勾连 所以 若是在他坟前说话 他在地下也是能知晓的 真的能听见吗 要不 你提个简单的要求试试 慕容 就是这样 你去年说请我喝酒 结果没带钱 借了我五两银子没还 是不是想赖账 没看出来 你还挺爱钱的